張孝全被爆出結婚後 大家都對於這位張太太感到非常好奇 不過早在2016年 就曾經被媒體拍到過兩人疑似同居 除了被拍到女方六張孝全的狗之外 更被拍到在男方家晾衣服的畫面 並且整夜都沒有離開張孝全家 似乎早已同居 而兩人在去年結婚並生下兒子 婚後的兩人經常一前一後進出家門 似乎是不想被拍到童框照 日前也有被捕捉張孝全的媽媽 帶著外傭和張孝全的兒子回家 而自受張孝全有了家庭後 沒工作時幾乎都會在家陪老婆和兒子 看來是很努力想要當一個好老公好爸爸